这是前几天在西门子官网发出来的 水工业的数字化 那这一段十几分钟的网上教程呢 分两部分内容 那第一部分内容呢 讲了一下这个整个行业的一些应用 包括软件和硬件 那第二部分呢就是数字化 包括云的应用 那这位讲师呢 就是讲这个有关水工业的一些情况 那第一部分呢是讲的是这个软件和硬件 包括这个各种的过程仪表 那么这是水处理的池子 这个水处理的这个池子里面呢 要进行搅拌和化学反应 有各种的阀门和仪器仪表 来进行测量 那么在这个整个体系当中呢 一个是水厂和这个信息的这个交换的塔 以及中控室 并且呢 那麦德斯菲尔是扮演重要的角色 这是污水处理的业务流程 这是西门子生产的过程仪表和电池阀 以及控制系统 那么对于这个水处理的话呢 也讲究这种效率 那么这是在手机APP上面 透过麦德斯菲尔看到的这个动态的状态 主要是为了实现整个水处理过程的透明化 西门子的产品线非常宽 从这个过程仪表 电磁阀 电机 再到过程控制的软件 以及生命周期管理的平台 和云端的应用 包括了边缘设备 所以这是我们在这个平板电脑看到的这个界面 那么刚才讲了是有关过程仪表 过程控制的一些硬件和软件 那么如何实现数字化 主要用的方法就是数字化的方法 那么基于云的平台 这是过程 过程控制系统 把现场的这些物理的设备 通通用数字化的数字软声来表现 包括了电机 阀门 控制系统 这些蓝色的虚影 代表的就是数字化的一个表现 所以当我们在这个 对一个电机 对一个泵和阀 进行控制的这个软身体的控制之后 它可以反馈到真实的这个系统的调教 所以说不仅仅是观测 还要有这个虚拟调试的这个成分 才能够对这个系统进行 遥控 所以当有一个新的需求 要去做的时候 我们要通过数字软声 进行虚拟调试 那这时候 Manus Fair的作用就非常的重要 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物联网的平台 通过边缘设备 对于水工业的 现场的仪表 阀门 电机等等 进行实时的数据采集和分析 所以这个 这一段有关 水工业的数字化的内容 讲得非常到位 值得一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